我们看庚山的义安乐行 这个义页 义页当中也是分成两段 先看长行 长行当中也是分成子跟关 先看眼离过时 看直 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有四段 先看第一段 不嫉狂 不嫉妒跟欺狂 那么一页第一个要调伏的 那个子行是调伏的 就是说 在佛陀灭渡以后的 五浊二世的当中 我们菩萨来受持独送法华经的时候 你心中用什么态度来受持 来弘扬法华经呢 不要怀有嫉妒的情 跟禅广的情 我们先谈嫉妒 嫉妒啊 叫做不耐他龙 不耐他龙是怎么样 是由贪而产生 撑 所以它涵盖两个烦恼 就是 我们心中 我们心中本来要追求一个 东西 就是贪啊 但是你发觉 你的竞争者 还比你优秀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撑了 由贪转撑了 就是 他是 你要贪那个东西 结果你发现对方比你做得还好 做得更好 结果你就由贪转撑 这是嫉妒性 就是对立的嫉妒性 第二个是禅狂 这个禅呢 就是禅逆漏顺 不认教诲 禅就是 你把你的缺点隐藏起来 把你的优点 尽量在大众中表现出来 这种人就很难去反省 很难教诲 这是禅 狂呢 就是缴限有得 以徒立养 尽量在大众当中表现自己有功德 有时每次拿个练诸 在大众里面给人家看 其实你根本就一天 练没有太多佛号 所以禅跟狂啊 他们两个共同点就是虚伪不实 虚伪不实 当然目标不一样 一个是不认教诲 一个是徒求立养 所以他后面的对峙 就是执行是道长 这个禅狂我们解释一下 禅狂跟基督啊 其实对峙方法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很接近 都是对立 他们两个对峙 就是以正直的心对峙 后面他会讲到 就是 诸法因言生啊 各有各的因言 各有各的因言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一个菩萨 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难免都会跟众生互动 特别是同参道友 同参道友 我们最难相处 最难相处 你跟长辈很好相处 长辈就是恭敬 对下辈就是慈悲 所以最难相处的是同辈 尤其是修行差不多的 年纪也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 嫉妒了惨狂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了 所以我们要讲顺从因言 其实我们不但是顺从真如 也要顺从因言 因言所商法就是 每一个人各有各的专场 你有你的特点 他有他的缺点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那你怎么办呢 你找到你的定位就好 定位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 就是 有些人他可能适合做打扫工作 有些人适合做人事协调 有些人适合编讲义 都没关系 你的专场是什么 你就找到你的定位 做你该做的事情 做你适合的事情 然后随其别人的功德 就叫正直 就是说 因言所商法 最怕你怎么样 对立 跟人家比较 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一比较的时候 嫉妒心出来了 惨狂也出来了 这个就是落度于比较 就是你内心不正直 你没有很真实的面对自己 那么你没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攀岩别人 拿别人跟自己对比 那你自己就起烦恼 是这种情况 这个是不计狂 这是异业的第一个 不能有嫉妒 跟惨狂之心 我们看第二段 义无轻骂 学佛道者 求其长短 那么惨狂只是内心 那你如果你没有好好对视 就变成口业了 你开始轻视 谩骂 这种学佛道者 这个学佛道者 就是三乘的同参道友 那么同参道友 你就怎么样 求其长短 求其长短 就是你用你的长处 去攻击他的短处 所以我一大师说 我们学菩萨道人 要取其长以致意 勿求其短 而无比 你要看他的优点 来当做你学习的对象 要包容他的缺点 那你就不容易 轻骂你的同参道友 第二个 不轻骂 第三个 不老乱 看经文 第三个 不要扰乱修行者 你不但是不欺骂 你还不能出口去扰乱他 怎么扰乱呢 就是说 若比丘比丘 你又不设有柏仪 这四众弟子呢 四众弟子 他们由于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 有求生文善的 再求极尽涅槃的 有求毕斯佛的 有求菩萨道的 那么你自己学完法华经以后 当然你的视野更开阔了 你站在一念清净性的角度 来看死法界的因言果报 自如梦如幻 但是你 虽然你的 见地的水平高 但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无得脑子 另起疑悔 你不要去刺激他 说哎呀 你们这些 有三正的人 都是心外求法 虽然你们成就 你们相应的果报 但是你们 离佛道久远 你这样子去刺激他 对他没有好处 比如偶尔大师说 竟不能见起远离 退不能遵守三权 他的根基就是这样子 他的根基就只能够去 单向的修学 他只能修四地法 去向涅槃 他只能修六度 去向菩萨道 那你一定要 一心真主的角度 来去扰乱他 结果呢 他不但不能成就 一心真主的庙里 他连他自己的 本分的全法 也失掉了 所以我们讲 欲其人言 如等气道 圣言 终不能得一切种子 他说你这样子修啊 你修到什么时候啊 都没办法成佛的 因为你今天呢 有所得 就形成单向的功德 你不能成就种子的功德 那你用言教的思想 去问难全法 但是他的根基又不够 所以呢 就变成一种脑乱 所以则和 如是放异之人 一道懈怠骨 你从佛道的角度 是放异的 你是得手为主的 从大正的角度 是懈怠的 这个你不能这样 扰乱他 因为他的根基还不够 看第四个 不真 不真净 又以不应 戏论诸法 有所增净 那么 这个戏论诸法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一个 初心菩萨在说法的时候 不能够去 跟人家去 互相比较 争夺高下 在哪里比较高下呢 消文示意 你看 我消的文比你漂亮 我用的言词 比你美妙 那么忽略的 关心的重要 就是 这个文字像 重点是要能够 你要启发他内心的智慧观照 而不是在 整个消文示意当中 求其 美妙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不要在美妙的 消文示意当中呢 去争夺高下 不增进 那么总而言之 这个一安乐性呢 会是 是讲出两个众主 叫做无脑平等安乐性 第一个 心中不要脑害众生 第二个呢 就是平等 要慈悲包容 这个慈悲包容是指关心 前面的子行 就是无脑 不要脑害对方 他既有的善根 那么 慈悲包容 看下一段 就是观恒 观醒 我们透过对次的方法 把我们自己 把它引导到一种平等的慈悲心 看经文 当于一切众生 起大悲想 与诸如来 起慈父想 与诸菩萨 起大师想 与十方诸大菩萨 常应身心 恭敬礼拜 与一切众生 平等说法 以慎法 故不多不少 乃至深爱法者 以故为多说 前面讲到 我们异业的四种过世 忌狂 欺骂 老乱 跟增进 的四种过世 四种过世 变成老害众生了 那怎么办呢 佛陀提出的四铁药 来对此 第一个 以大悲心 对此 计狂 那么第一个 当一切众生 起大悲想 就是说 你行菩萨的目的 你不是跟人家比较的 你不是要跟人家比较 谁好 谁坏的 行菩萨 倒是要怎么样呢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众生求安了 你是要为众生 拔除痛苦的 你不是要跟他 比较高下的 第一个 神大悲想 大悲想 你就不会嫉妒他 也不会 内心有太多的虚伪 第一个 大悲想 第二个 自轻骂 以诸主乃起 慈父想 这个如来 是指众生 因为众生是 未来的诸佛 虽然他现在走上 三秤法 但是 三秤 慢慢久了 他就会回备到一佛秤 因为十方佛祖 终止有一秤法 所以他来 从长眼来说 他是未来的诸佛 我们对未来诸佛 应该怎么样 生慈父想 他是我们一切 终生未来的慈父 这是第一个 从未来来看 他是慈父 第三个 自恼乱 一诸菩萨 起大思想 以十方大菩萨 尝应身心恭敬礼拜 那么这个菩萨 是指的是什么呢 三秤的行者 因为三秤的行者 就是菩萨道 从一佛秤的思想 他们也是走在 成佛之道 只是 他是绕一个弯子 我们一佛秤 是直接契入 清静心 而参加菩提宴 那他们 虽然绕弯子 他们也是 没有离开菩萨道 所以 三秤的菩萨 他们都是 一切众生的善之士 他们也有他们教化的 相应的弟子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 十方的 神秤的菩萨 应该怎么样呢 身心恭敬礼拜 因为他是众生的善之士 他也在教化他 相应的众生 所以起大思想 第四个 自这个真净 一切众生平等说法 平等说法 就是偶尔大师说的 文随意 义随意文 文字跟义理 要均等 不要文多义少 也不要义多文少 就是文字跟义理的 要说法要相等 那么 唯一随顺法固 不多不少 恰到好处 乃至于 对于法特别深爱的人 也不要刻意的多说 你的义理讲到哪里 文字讲到哪里 是可而止 那么 这个是讲到 慈悲平等 用四种想 大悲响 师父响 大师响 跟平等响 这四种的 变响 来对峙 我们心中的四种烦恼 好 我们看行程 节行程 看经文 文字幕志愿 那么这段经文是总结 我们通过这个四种想 对峙 四种过失 那么在整个 异安乐行当中所产生的功德 这刚才有两个 先看第一个 恶不能加 文书 文书 是菩萨摩萨 一后莫是法 法义灭时 有成就第三 安乐行 这个地方指的是 子跟官 你成就安乐行的子跟官 我们先说子 如果你能够成就子 调服 四种烦恼 那么 你将 将怎么会 无人 扰乱 不为他人 所扰乱 如是因如是果 你印第当中 你不扰乱 三寸的行者 你在果地上 你也不会为一切人 所扰乱 所以 你的修行也好 你的弘化也好 就无能扰乱 第一个 恶不能加 第二个 你修官 你能够 不但是远离过失 你还能够把你的心 引导到 慈悲平等 那么这样子呢 就能够 召感 圣言来及 书正的一言 来汇集 你的 生生世世 能够召感 好的同餐道友 共同修学 华华经 而且你说法的时候 能够召感 相应的 广大的听众 来听华华经 而且呢 听了以后 他还能够相应 授词 授词以后 还能够去读诵 乃至于 他也能够 为别人演说 那你这个 华华经的法总 就能够辗转相续 令政法 九处 所以人书 若使人书 供养金鉴 乃至于 恭敬尊重 赞叹 所以我一大师说 修行这个 一安乐行 它的重点在 无脑跟平等 你修止行故 恶不能加 你心中没有 脑害众生的心 你就不招感 别人脑害你 这是止行 由我观行成就故 胜言来及 你招感 好的因言 所以他这个 整个 华华经的修觉 他很强调一个观念 诸位 就是说 你从现在开始 你先不要管 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跟他互动 你生命就没完没了 所以走出过去 什么叫走出过去 什么叫过去 我问大家 什么叫过去 过去在哪里 你的六亲戒属 就是你的过去 你的环境 就是你的过去 他用业力的方式 用人的方式 显现出来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就是你现在 陷入一个 六亲戒属 跟你不合 一个不好的环境 这是什么回事 一句话就讲完了 万般皆失业 半点不忧人 好 你面对业力 你不随顺一眼 你去抗拒他 你伤害我 我也伤害你 好吧 那结果呢 结果两个人都堕落 你还是跟过去互动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不要管 过去怎么样 你不要管外境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 你自己 把你的内心 端正起来 这个义安乐行 就是你先把你自己做好 就到此为止 断相续 你对我怎么样 我认了 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呢 有止行故 恶不能加 有观行故 圣言来挤 你这样生命 才能够反转 当然你能够做到 你不能活在自我意思 自我意思 你做不到 因为自我意思 是一种对立的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请你把你的思想 你的个性 都收起来 安住在理想的亲近心 那照佛陀是说法 我都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先端正其心 然后才能够改变业力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